Hello大家好,今天我要来给你们做一个购物分享 本来我之前想的是做那个斯芙兰的购物分享的 然后后来就叽叽叽叽叽,对对对,结果就买了很多 那这次我就打算不把它分成什么极端极端极端来跟你们讲了 就一次让你们看到爽 应该这个视频会很久 但是我会讲的稍微快一些 因为我有两大袋东西要给你们 那我就先从最,你们最感兴趣的彩妆开始说 然后第一个就是这个眼影盘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发微博就说过我很草这个眼影盘 叫Totally Cute,是Too Faced新出的一个眼影盘 然后它的盒子就是长这样的,我微博发过了 然后里面它会配这个就是贴纸什么的 你可以自己装扮你的这个眼影盘 可以把它配在这个上面 我没有贴,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就是白白净净的这个样子 这个裸粉色我超喜欢,不想把它破坏掉 然后这个贴纸我可能就会留给我儿子用啊,之类的 然后它里面呢,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喜欢这个palette,首先是因为它的package嘛 就是当然了,我又不想说什么 我是因为它里面的颜色,因为我眼影盘已经很多了 然后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colorful的 那种五颜六色的感觉 然后这一盘,我觉得它的亮点在哪呢 就在于它这两个哑光色 它的这两个哑光色设计的特别的好 也很显色,你看我轻轻一抹 它这两个哑光色可以搭配里面任何一个非常colorful的这个颜色 然后今天我就是用这盘画的眼影 我就用了这两个哑光色 然后带了一点粉色 然后用这个紫色来就是画了一下眼线 就你说它不好画吗 它超好画的 TUFACE家做眼影盘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的粉不属于那种很显色很显色那种 这样我觉得对新手那些也比较好 如果粉很非粉或是很显色 你反而不太好画 它就是刚刚好的那种 然后这两个颜色也特别好看 这两个是亮片色 然后这两个颜色你可以用来做眼部的打亮 也可以用来做就是打亮在脸上这样 我曾经用过这个来做脸上的打亮 特别好看 我觉得这一盘反正我买的还是不后悔 我特别喜欢 然后里面这个绿色的是被我儿子抠掉的 他那天拿着这个然后发现 诶 这个可以打开 打开以后呢他就把那个指甲戳进去了 在那抠 好不意 那我就拿到什么说什么了 然后是Tarte这个盘 这个盘是一个塞红盘 这个盘我看搭配的视频也已经详细讲过了 所以我就不打算每个颜色都试一遍 它有两个颜色 上面这一趴 上面这一趴的颜色就比较亮一点的那种颜色 下面这一趴就是玫瑰色呀 脏玫瑰色呀这种颜色 然后我比较喜欢用下面这一趴了 我不太喜欢用很亮的腮红 但是这个腮红 我今天用的是这上面这个MOD这个腮红 然后有一点点土棕土棕的那种感觉 但是又属于亮的那种土棕 稍稍带一点点橘 因为我是第一次买他们家腮红 我一直都非常吵他们家腮红 但是我买不到 所以说我就想说我买一个像这种来尝试一下吧 但是我用了以后我没有很喜欢 就是它不像NARS TOOFACE的腮红 就是蕴染度非常好 真的可以就让你和皮肤就结合在一起 但是这个腮红呢 这种腮红真的非常的显色 它上脸以后 如果说你上中了 它就蕴染不开了 所以说你必须一点一点一点的去堆积它 这是我觉得就是还蛮坑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不喜欢腮红太上色了 就是会有时候像我们这种比较粗鲁嘛 然后它里面含两个打亮色 我看大佩讲了 说这个打亮色比较深一点 但是我更喜欢这个打亮 因为它比它下面这个打亮的粉质好得多 我看YouTuber都说什么 这盘是made in China呀 然后它常规的腮红盘都是made in USA呀什么的 这个我倒是觉得我不晓得 反正它用完以后 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惊艳 如果你们买过它的 买过这个 又买过它的常规的腮红 就告诉我一下 它们的formular是一样的吗 就如果它们的质地都是这样子 我可能不会再去买它们的 就是常规盘了 因为我反正我用下来没有特别的喜欢 但里面的颜色确实都很实用 反正我没有一个颜色用不了 唯一它有一个就这个非常非常闪 就是粉色这个颜色 嗯 我有点不喜欢 我觉得它有点仿Nars的那个 高潮那个腮红 但是仿的不对劲 但是其他颜色我都觉得 嗯 上脸都是很好看 也很日常 很百搭的一个盘 哦 我还是把箱子拿上来吧 这样比较不用每次都弯用 好 然后我买了三个粉底 嗯 这三个粉底 一个是makeup forever的这个水粉霜 这新版水粉霜 然后我这个我已经用过好多次了 这几天一直连着在用 虽然它是夏天的嘛 但是有时候 因为我很讨厌补妆 我就希望我的妆可以持续一整天这样 所以我还蛮喜欢用这个 看还是用了一些了 然后我买了一个这个牌 这个是 嗯 我打的下面吗 这是一个法国的品牌 这个牌子 因为我很早就知道 就这个牌子是 我是看哪个 YouTuber推荐的 我已经忘记了 然后它是那个CC霜嘛 听说它是 就是第一家住 第一家做BB霜 CC霜的品牌 比如说他们家是元老季 然后我的 我的这个 就是Armani的这个 不是要用完了吗 我就想买一个这种 BB霜或者CC霜来 就是替我的这个 这个虽然我很想回购 但是我还是 有那种想尝试新的东西的心情 嗯 如果我用了这个不喜欢 或者说我一段时间没用到喜欢的 我还是会去回购Armani的那个 嗯 我因为我早上的时候 有时候出门 比如说就出门几个小时什么的 我就不想上全妆 就我可能早上起来就抹一个这种 就出门了 这我还没用过 因为它开 开了以后保质期是六个月 这也不敢随便开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Zelens的这个粉底 然后我买的是 Young's Glow这一款 然后他们说这款比它的那个 就是遮瑕力会轻一些 先说这个包装真的太好看了 有一种很干净简洁的感觉 我很喜欢 然后也是有那么胖 这个我也还没开 然后我想说这个应该会比较适合秋冬来用 我很喜欢很轻薄的底妆的一个 但我也想买 想买一个就是中高等遮瑕的底妆 但我现在还没决定好买哪个 因为我觉得好多我用下来都觉得有点卡 就卡粉的感觉 差两个香水 然后我买了一个 祖马龙的阔箱 这个阔箱我非常非常想推荐给大家 这个我买的是英国梨的这个味道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这是其一 其二是我闻过他们家所有英国梨的东西 沐浴露 香水 蜡烛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阔箱的英国梨的味道 太好闻了 而且这个是一直放在我儿子婴儿房的嘛 就是我闻到我就会想到他从出生到长到现在的感觉 就是回忆 所以我有可能会一直一直回购这个 回购一辈子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我之前用完的 然后我已经回购了一个新的 然后我还卖了一个香水是这个 这个是 我一直都知道他们家香水很出名 然后我去庄柜的时候就闻了一下 然后我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就决定要买了 这是他说是 它是 其实我是闻了以后才去查的它的香型这样 它是上面写的是无花果 是瓶子长这样 我反正闻到它我就想起 四川的水蜜桃 就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有吃过水蜜桃吗 真正的不是桃子 是水蜜桃 我以前非常爱吃桃子 就是一天可以吃十多个吧 我就想起那时候在大学寝室里 狂吃桃子的时光就觉得很美好 而且让我觉得很想家 我从来没买过一百毫升的香水 这是我买的第一个一百毫升 一百毫升的香水 其他我都是买三十五十来试一试 我知道我会腻 但我闻到这个的时候真的 哎呀好想家呀 就是我看有人说不喜欢这个味道啊 这个香水其实含一点点木调的香的 因为我买的香水基本上都是 比较偏中型 比较偏木调的 不太喜欢果香 也不喜欢很浓的花香 因为Miu Miu那个香水就是 很浓很浓的花香 一闻就觉得春天到了的感觉 我也用的很少 但这个其实对我来说 果香要稍微重一些 但是我闻到我就是 哎真的太像水蜜桃了 我真的推荐大家去闻一闻 嗯然后我还买了一堆 那个Charlotte Tiberi的东西 然后这是他们的修容高光盘 它的包装非常的繁兴 是这样打开的 每次看彩妆视频的时候 他们都说 哎呀这个 这包装好好看啊 什么的什么的 然后我看视频的时候 我就不觉得 因为看视频的时候 我老觉得这包装 很廉价的感觉 我不晓得为什么 就感觉 就他们弄得好廉价的感觉 但我拿到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好看 也很 就不是廉价的感觉 他说这样呢 我有看他们说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 中间的一个设议的 就是不会太偏灰 也不会太偏暖 然后这个打亮 也听说非常好用 我不得不收一个 虽然我现在还没开始用 我今天讲的这些彩妆品 如果你们想 就如果你们想看 哪一个我上脸 用来化妆什么的 就给我留言 我可能会出一个 就是用这些新买的化妆品 来做一个妆容视频这样 就有点像Testing Out的感觉 然后我还买了 他们家一个眼影 然后这个眼影 我上次就讲过了 我会买 就是Dosivita 我用过一次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亮片色 这个比那个Vintage Vamp 这个亮片色好得多 就质地也好得多 还没有就是非常好的利用它 还买了一个苏库的眉粉 然后这个眉粉 我之前也讲过了 我肯定会买的 就是我就买了 然后我还没有开始用 因为我想把我的那个 开架的那个眉粉再用用 就是多用用 我才就是心里面安心一点 就是这样的 感觉它的颜色看起来就是那种 可以适合非常多发色的一个颜色 就是喵喵跟我说 她说这个眉粉就是用了很久 很多年以后都不会变质的感觉 甚至还是很好 所以说我还是就是买了它 我想说反正没有过期的问题 就更加义无反顾地买了 然后我买了一个苏库的睫毛夹 这个睫毛夹的故事我就不多说了 你们也知道了 就是看我视频的也知道了 我用了几次了 然后我觉得 嗯我不晓得 我觉得还是有些我的睫毛夹不起来的感觉 就是最边边的那种 我还是觉得有些些夹不起来 然后我可能还会买 还是会把开架框的买了 然后对比一下看哪个好用 然后我买了一个 Buy Terry的遮瑕 这个遮瑕 这个遮瑕超级贵 这个遮瑕50欧吧 英国是卖40几磅 据说它是抗皱的 而且是属于那种比较滋润型的嘛 然后我冬天要到了嘛 我就想买一个好一点的遮瑕 因为我比较在乎 就是眼下这个地方用的东西 其实你们发现没有 我上粉底 我都从来没上过眼下 我都是带一下 我从来不会把粉底涂在眼睛下面 再上一层遮瑕 再上一层 就不会上那么厚 然后这个他们说就是很轻薄 然后也很滋润 我就想买一个好一点的遮瑕来用咯 这个颜色我是买的最白好 最白好我去试了 也没有很白 就对我来说OK 好我还买了BECCA的这个 和Jackie Hill合作的这一块 因为他们那个大盘子我不喜欢 就那个白色的那个 我不喜欢 我有强迫症 我看一个方的盘子里面 放那么多圆的东西 旁边还有那么多空空 我受不了 而且里面颜色就是没有很草 就是但是我一直很想买他们家那个 Shamping Pop那个高光 因为太红了 我就算 虽然我知道它上脸肯定偏金 就是比较适合比较 不太适合白皮 但是我还是买了 你们也知道我有多少高光对吧 对于高光我是无法抗拒的 然后我是买的这个色号是 Flower Child 这个腮红还蛮实用的 但是我 我现在已经两块BECCA家的腮红了 但是我都没有很喜欢 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腮红的上色度很高 这是其一其二是 他们家腮红亮片都很多 虽然我这两边没有什么毛孔吧 但是我也不太喜欢太闪的腮红 我比较喜欢偏哑光的腮红 但这个腮红还蛮日常的 就比其他比他们家其他的腮红更加好画一些 所以这盘我还是觉得蛮满意的 而且它的包装也太好看了吧 这包装太好看了 这没得讲啊 比它常规盘的那个包装 你们也算了拿给你们看 这是他们常规盘的那个腮红的包装 好看太多了 好然后我还买了两个NATACHE DINONA的东西 然后第一个是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我又不用再多说了 因为这个盘子的话太火太火了 我当时买的是 我买的是4号 我其实比较草2号 但是我 但我看他们都说2号和那个Vintage Vime很像 我又不想买重复了 我看的时候是觉得这盘的这个颜色 应该是很红才对 但我拿到手的时候并不觉得很红 刷一下吧 就是它不属于很红的 就是一个红棕色 但不属于就是红红红的颜色 就这一盘就怎么说 我不是 其实我不是很草他们家的 他们家所有盘子摆出来 我也没有一个我觉得很想要 但是我 但我还是想有一盘 作为一个眼影控 天哪 我又是眼影控 又是高工控 又是口红控 我要给自己加2个标签 反正就是 我觉得我想要一盘了 想收一盘 虽然他们很多人吐槽他们的包装啊 吐槽他们的客服啊什么的都有 但我还是买了一盘 嗯 槽他们别掉了 别掉别掉别掉 放这 然后我还买了他们家的这个打亮 这个打亮我肯定会买的 因为你们看这个打亮的包装 好漂亮啊 是金的 Rose Gold的 然后它的打亮的颜色 我还没试过呢 啊好自然哦 这个打亮好自然哦 就是 是这个 就是没有一个很亮的感觉 但这个它说的是face and body嘛 就是你如果身上也可以用锁骨啊 或者小腿啊 都可以用 嗯 所以它才做的这么大 这个有10克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Share Tiburi的 他们家的这个 Retoucher的一个 遮瑕笔 然后这个笔 我是买来 就是不壮用的 有时候会出门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啊就是稍微有一些些脱妆 我又不想 重新上一遍啊 怎么的 我就买一个这个 放在包包里 很方便 涂一下 然后点点点就好 我还买了一个NARS腮红 这家是在戴王家买的 然后这个是Silent Nude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裸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 我不建议你们买 因为我为什么建议你们买 就这个颜色啊 就稍微皮肤黄一点 或黑一点就用不了 就必须白皮用 就是我 如果说我画的眼妆比较重 或者我今天涂红唇什么的 我会用这个腮红 显得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存在 我还买了一个高光盘 然后这是个限量 它很漂亮 它外面是这样的 所以我购物分享 从来没讲过这个盘子 所以我今天想拿出来讲一下 因为我一次没用过呢 他们家包装就没得说了 他们家包装都是 你看都可以的 然后这个盘子 它说是可以当做眼影 也可以当做高光的用 这个纯属是一个艺术品了 就如果你没有收藏 彩妆的一个感觉 就没有必要买它 这个我是在官网买的 其实你在官网就可以 买到他们家所有的彩妆了 像Gucci的彩妆也是 在官网就可以买了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Mac的这个粉铺 最近我发现这个具体的 我在我的爱用品里面再说 但是就是我最近 就是迷上了粉铺 然后我买了一个 Makeup Forever的眼线笔 然后这个是棕色的 因为我一直想要一个 雅光的棕色的眼线笔 但是不会晕的那种 因为我用好多好多眼线笔 都会晕 之前用的Remo的那个 超好用 你们就是drugstore的 一定要去买那个 但那个我用完了 就totally用完了 我那天去斯福兰 就拿了一个这个 然后这是非常雅光的一个 咖啡色 我很喜欢 然后我买了三个 就是drugstore的东西 第一个是那个 Max Factor的那个primer YouTuber他们都用这个 而且他们就是有干皮用的 有油皮用的 好像都可以用 所以我买了一个这个 然后买了一个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 我是看非常多人都说 非常的好用 其实我睫毛膏好多 我现在还有无数的 就是中样 躺在我的抽屉里 但我还是买了一个吧 因为我现在想到睫毛 我还是有点伤心 好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遮瑕 这个是Catris 因为他们家这个遮瑕 才上西班牙的网站 因为它一直都挺火的嘛 然后它上架以后 我就去拿了一个 它说是防水的耶 说是waterproof 我不晓得 嗯 还没有开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010 还有更白的 但是已经断货了 好 然后我就要讲我的保养品 这刚刚的彩妆已经很多了 应该是一大袋了 然后这个更多 啊 太重了 回去了 第一个我就是买了一个 这个 伊索他们家的洗手液 然后这个洗手液 我有在他们柜试过 我虽然说之前是看人家推过吧 但我去柜试的时候 觉得真的很舒服 他们家有两款洗手液 一款是带点磨砂的 然后这一款就是不带磨砂的 我喜欢不带磨砂的 因为我觉得你天天洗手带磨砂的话 对你的皮肤其实不太好 所以说我买的是这一款 我还回购了一个这个 卸妆膏 然后它是一个set 然后是look fantastic上面的 嗯 一个 哎呦 怎么打不开啊 哦这样的 然后就有一个急救面膜 和一个 呃 卸妆膏 卸妆膏是我 特别特别喜欢用的 呃 这个面膜的这个 布也很好用 这个洗脸的这个布也很好用 然后但是这个 急救面膜的话是 我纯属是 我觉得我可能用不上 因为我不属于痘痘肌嘛 哎 反正就 但我的清洁面膜用完了 所以说我想说 哎 要不然买这个试试看 所以我就买了个这个 我买它就当时官网做活动 就还送了一个 呃 这个一套刷子 这一套刷子 好像还在送吧 我不晓得 嗯 但是这套刷子 还蛮软的 感觉很好用的样子 它唯一就是 呃 它的眼部刷稍稍有点大 可能亚洲人用不了 但你可以用其他 你可以用来是吧 弄眼下什么的 然后它的脸部刷这个 应该是用 很软 很舒服 呃 这个是用来contoured 就是有点模仿 那个zoeva的样子 但是 都是抄来抄去嘛 它们 然后这个是 应该是打face powder的 什么的 挺舒服的 嗯 还挺划算的 嗯 然后我买了一个 就这个牌 这是那个 特别出名那个 什么装前打底 那个保湿的 那个品牌啊 呃 买了一个打折 买了一个30倍的防晒 嗯 因为我觉得冬天没有 不要用那么大的 那么高的防晒吧 然后我买了 切尔士的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 都是我回购的 第一个是这个 蓝金灵的 这个夜间精华 这个精华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现在你们看不到 那个视频了 但是我2015年的 保养品里面 Top的保养品里面 都提到了它的 很喜欢 如果你经常熬夜 坐月子 喂奶 就买一个这个 只有你只有用它 你白天看起来 才不会像一个死人 嗯 然后我买了一个 切尔士的防晒 这个不用讲了 这我已经 讲过非常多次了 这我已经回购 三四管了 四五管了 非常好用 而且很轻薄 就是涂出来 没有负担 然后我买了一个 这个牛油果的眼霜 然后这个眼霜是 因为我之前买了一个 然后我男人 打扫微生 就给我扔掉了 我才用多少啊 它就给我扔了 我又觉得心里面 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 其实很多人 很黑切尔士 就说他们家东西 不好用 但我觉得他们家东西 对我来讲是 是分肤质的 就像他们 豆豆鸡就很喜欢 那个金盏花水 我用就完全不行 但是就是豆豆鸡 用金盏花水 真的效果很好 所以说他们家的东西 一定要自己去选 就是如果你没选 对跟自己的肤质不合 就没办法 像这种眼霜 我还买了一个 就是Muji的眼霜 就这个 这个才十多欧吧 因为现在突然这边的 Muji开始上美容 就是开始上化妆品来了 我就去买了一个 我特别喜欢用这种眼霜 即便是我不用来擦在脸 不用来擦在眼睛上 因为我早上的时候 不太喜欢擦非常重的东西 在脸上 就是我喜欢擦非常轻薄 非常薄的一层 然后再上防晒 再上粉底 因为我本来觉得 之后就要上那么多了 不喜欢上的太重了 如果说这些东西 你觉得你要用好的眼霜 贵的 那你这些可以擦在脸上 可以擦在脖子上 就是甚至有些比颈纹霜还便宜 不是吗 所以我 反正我是经常用这些眼霜 送的眼霜啊 送的小样 我也经常擦在脖子上 擦在脸上 好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面霜 就Elimis的这个 经典面霜 我不知道我脑子是不是卡了 因为我从来没用过 而且还蛮贵的吧 反正我就买了吧 反正就当成同货吧 我到时候把现在用的这个 但我现在在用那个 Soft Cream 就是海兰之米的那个 用的觉得很好用 我有可能回购 反正放着吧 然后我买了一个这个 REN 怎么读 然后就是 它的那个 就洗脸的 然后玫瑰 洗脸 因为我听说它是那个 Fresh 你们也知道我很喜欢Fresh 大豆洗面奶 我听说它是那个 大豆洗面奶的 平价吧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来试试看 应该不会不好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 应该只能做沉洁 但大豆洗面奶 是可以做晚间截面的 因为它清洁力真的很好 就是木济 我还买了一个面膜 这是五个装的 给敏感肌用的 也没讲什么功效 反正就是我买了试试看 纯束好玩 还买了一个 斯芙兰的蟹甲油 这个蟹甲油就是 可以吃进去 然后转一下就出来 就干净了 就非常方便的那种 但其实不是很划算 但我家里就一直在买这个 因为太方便了 懒人必备 然后我买了定妆喷雾 是因为我之前买的 Urban Decay的那个 你们也知道 我一直在用Urban Decay那个 我很喜欢那个定妆喷雾 我当时去的时候 我就想回购一瓶 那个Urban Decay的那个的 我要拍视频对吧 我都尝试新的产品 随时我就买了一个 这个新的 他们也说这个定妆的 效果也很好 我如果用这个不喜欢 还是会再去买Urban Decay的那个 然后买了一个 Rituals的这个 泡泡泡澡的那个 泡泡的那个 他们家东西 我也讲过非常多次了 我用过很多了 他们家泡澡的 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 一个类别 就是他们家泡澡的东西 真的很好用 还有就是 他们家还出衣服 他们家衣服穿着 非常的舒服 但是有点贵 他们家衣服 比这些东西贵 然后我买了一个 就是身体 叫什么 Dry Oil Body Mist 就是身体的油的喷雾 然后这个喷雾我已经草了 非常 我记得是我之前很早很早 以前就听说过这个喷雾了 这个我一定要拿出来给你们看 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味道 但是我想买的是那瓶黄色的 就会比较滋润一点 但它没有了 但那个已经卖断货了嘛 所以说他就说 这个是新的一个 才出的新的那个方明了 然后会比较更加轻薄一点 有些人不喜欢身上黏大大的嘛 我还没开过呢 喷上去就是水 哎 别弄到我镜头了 喷上去就是水一样 看 然后一抹 就吸收了 嗯 很舒服很舒服 嗯 味道也很清新 哦 好像 好饿 闻这个味道 好想吃东西 因为有时候你们也知道 就是擦后背什么的 有些地方你擦不到 嗯 反正我觉得好累 你擦个乳液 还要就是跟做运动似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 你喷在后面 然后随便抹一抹就可以了 让它吸收吸收就可以了 很方便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虽然我家里还有非常多身体 我去斯芙兰买那个护肤品的时候 送了我一堆小样 从来不送小样的 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了 然后送了一个 就是自身糖的一些防晒啊 面霜 然后送了一个斯芙兰的护手霜 然后我还买了些 日本的 我当然在淘宝买一些日本的东西 让别人给我带来了 首先我就买了这个洗眼液 这洗眼液我买了两瓶 一瓶绿色的一瓶蓝色的 因为我才开始用这个洗眼液 好像绿色的比较温柔一点 所以说我就买了一瓶绿色的 绿色我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我真觉得很好用 就是用了以后很安心的感觉 就觉得眼睛里那些眼线啊 没洗干净的什么的 就有可能洗出来了 应该会一直回购吧 然后还卖了一堆面膜 我买的面膜都是网红款 因为虽然它是网红 但我不知道 因为我就常年在欧洲 就又便宜又基础的面膜吧 然后我想买来就是平时敷一下 因为如果我一直敷 我很喜欢的那个保湿面膜什么的 太贵了 承受不住 然后这两个韩国的面膜是 郭老师送给我的 谢谢他 好的 那我东西就讲完了 Oh my god 我终于讲完了 然后这个视频没有口红的东西了 因为我已经把所有口红的东西 已经做成一个视频了 如果你还没看 我就放在YouTube的这里 我之前讲了 就是如果你说你们想看 哪个我买的哪个彩妆品上脸 什么什么的 都给我留言 我下次就放在那个妆容视频里 今天讲的实在是有些快 不好意思 因为我我以为会 就是讲一个小时这样 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谢谢大家观看 下次再见 拜拜 那我怎么叫你名字 那个帅跟我说嘛 他说他的微博名叫帅 所以我就叫他帅了 哦那个量量量量量量跟我说 我看看他教室 第一个我就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讲 无意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